我要先請教宇嫂老師 我們看黃光旺行在廣播的時候 他講說 郭朱在這個5月15號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有問了 為什麼在5月17號 不是講好說 你當時告訴我是520之後 最晚不會拖過6月18號 郭台銘在4月18號記者會後 喊要30天 那起碼你也到5月18 那因為你告訴我說 520之後才會做 第二次的這個滾動式民調 那什麼時候 你都沒有告訴我講 時間變了 你就變了 這邊講說什麼 你誤會了6月18號 是你自己訂的時間 我們從頭到尾的時間 都跟你說的不一樣 所以郭董就叹了一口氣講說 我錯在我不應該相信 朱立倫的每一句話 然後國民黨的林佳欣出來講說 其實是一直有在保持聯絡 是他們好像沒有跟上 我們後來的更新 然後講一個叫做前綱獨斷 所以你前綱獨斷 你不是一直跟我說你挺我嗎 而且還有一個內幕很好笑 是黃建廷秘書長 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所以每次當郭董心裡面 有一點存疑的時候 他就會牽著他的手 兩個人一起禱告說 朱主席是支持你的 我們要有信心 我們一定會贏 這樣子喔 好 然後所以呢 第一次見面不就是要講清楚嗎 結果一直到走之前 郭台銘都還以為 朱立倫要提名的是我 所以才有隔天說 那個不要再辦什麼記者會 不要再參緒了 不要節外生枝 居然會誤會成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想像一件事情 你想要分手 又不敢講 所以就講了牛牛捏捏 艾艾妹妹的 講到郭董都聽不明白 那一塊是牛鬼蛇神的部分 昨天我們一直在講 牛鬼蛇神到底是誰嗎 今天有揭開謎底的 有兩個人的名單 黃光琴寫說 郭台銘跟他講 你不是說叫我要去 中南部拜會投人嗎 不是你叫黃建廷 叫我要去的嗎 講了兩個人 一個是陳以信 一個是黃柏林 等等這個名單 不就是你給我的嗎 因為牛鬼蛇神 搞不好黃光琴筆下 後續還會不會有其他人的名單 我們現在是不曉得 賴玉莎老師 這個原串的問題 我們慢慢為大家分析 第一個 郭台銘終於了解 自己在這個狀況之下 不要輕上火線 要保持高度 出國善心兼思考 讓挺郭人士 慢慢的還原 歷史現場跟真相 所以這個操作是非常成功的 因為天前 大家想 二次會到底要講什麼 四個半小時聊天 到底要聊什麼 現在黃光琴來告訴大家 總共有第一集 第二集 而且六日應該有第三集 為什麼 搶佔禮拜一的 媒體的版面跟話語權 這叫黑白臉 現在郭台銘不用說什麼 就讓挺他的人 來還他一個公道 還他一個清白 把責任丟給誰 丟給朱立倫 丟給侯友宜 但是網路上的梗非常多 我們把三張圖講成一個連續句 大概可以表明郭台銘 此時此刻的心情 第一張圖非常重要 我一直覺得辛普申爸爸 基本上根本就是 郭台銘的分身長得很像 這張圖是嗎 我是霸氣寵財 手握鈔票 沒有我併購不了的公司 給我一個月 我一定要把人家娶回家 新郎一定是我 這是第一張 第二張這是腦開化的 昨天我看我快笑死了 所以說郭董戴著帽子 然後買了傳記 然後買了玫瑰花 正準備把女朋友 取回家的時候 看到令人不堪的一幕 為什麼呢 打開門一看 朱朱跟猴猴 蓋著棉被在聊天 你們到底在蓋什麼 對 你看 這張插畫 真的非常非常傳神 那個朱朱戴的眼鏡 應該滿像朱立倫的 猴猴 他們還蓋著檔旗的棉被 我們在聊天 商量我們的未來 整個人都心碎了 最後有這張瑞德哥 所說的 連社會要當岳飛對不對 所以說在背後 刺的不是金鐘報國 是鳴切恢復 這三張圖剛好說明的是 郭董現在內心最寫實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 他講到是什麼 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我最懂了 為什麼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紅衛兵要鬥 那個黨中央的牛鬼蛇神 說牛鬼蛇神什麼 這個真的是太寫實了 牛鬼蛇神叫 帝父反壞佑 把國民黨說的地方 賣下 地主 有錢人 壞分子 不是黑道嗎 這塊土地的主人 全部都寒花在內 所以說 朱立倫這麼說 現在侯友宜的大哥是朱立倫 難怪謝典寧跟大家講 謝典寧也很厲害 我不屬 我屬羊 我可不是牛鬼蛇神 請問誰屬牛 我查了一下 朱立倫屬牛 你才是那個牛鬼蛇神 然後周典論告訴大家說 我相信這個人不是我 開玩笑你貼人家這個標籤 貼到無以復加 根本是鬥爭所法 但是朱立倫 你大概沒有搞清楚 牛鬼蛇神指的是你黨中央 當初紅衛兵要抄架對象 基本上就是走私派的黨中央 你說人家牛鬼蛇神 到後來人家說的不就是你自己嗎 最好笑的部分是什麼 我們在講整合力 侯友宜說要拜訪我們的南投議長 但是用什麼名義來拜訪 許初華說他要用愛與和平 還有所謂良善的態度 連要去敲事情 連要去跟人家揮一下 還是要基本上用跳聲 模模糊糊的 請問你來 你要跟我講什麼 你都說黑道復屁了 你大哥都說牛鬼蛇神了 得罪方丈還想要走 現階段當然吃閉門羹 但侯友宜一定要擺足這個姿態 最後結論非常簡單 現階段很明顯的地方是 我們的郭台銘絕對不會像這張圖 明確會顧 哪有什麼明確會顧 否則如果一切雲淡風輕 都已經祝福人家 或是說我都會事實合理的話 為什麼一開始我們所說的 清郭人士現在好像天球下的說書人 把所有的劇情分上中下 或是九大段 郭伴告訴社會大眾 為什麼 討一個公道 甩鍋責任給朱立倫 你居然敢放我鴿子 你居然敢欺騙我 講了那麼多的甜言蜜語 最後好像都是一場騙局 我請教原知 你認知中到底牛鬼蛇神 是怎麼冒出來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監聽 但黨部的說法跟就是郭伴 現在放出來的講法 是完全不一樣 哪裡完全不一樣 因為郭伴講的是說朱立倫跟他說 你幹嘛去南部見那麼多牛鬼蛇神 然後郭就說是你叫我去的 黨部後來講說 他不是指說南部那些人是牛鬼蛇神 是指說郭的身邊有很多牛鬼蛇神 你這個話很危險 你說郭的身邊有很多牛鬼蛇神 得罪更多人 有很多好事者在旁邊就是煽風點火 黨部是這樣 但到底是誰是真的神腳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很多消息都郭伴放出來 黨部其實是非常的 他們守口如瓶 因為禮拜三的時候 我也想要去打聽消息 我也很好奇 就是到底怎麼搞的 郭居然會PO臉書 我每人很好奇去問 但他們都三間其口 可是後來消息就內幕 就一大堆出來 所以現在大家都只能從郭伴放出來 在內部去解讀 可是我覺得很多句子 實際上是很中性的 例如說朱立倫說我可以前綱獨斷 這句話根本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中常委已經授權他 只是說這句話是用在哪裡 如果是郭嗆他說 你為什麼要震到喉 我可以前綱獨斷 那當然聽起來就好像他很up 可是如果說他只是很理性的說 沒問題 我會公平處理 然後郭問他說那你有辦法嗎 這個我可以前綱獨斷 這不一樣對不對 這有前後文的 我今天如果講說 余超老師你長那麼帥 我這種可能會不喜歡你 他解讀我會喜歡他對不對 但是我可能下一句話是說 可是我喜歡瘦的 那就不喜歡他了 所以同樣一句話 你是可以不同的解讀 那有杜莎 那所以呢 所以你看 你覺得我這樣聽的 我會很舒服嗎 如果我都不舒服 郭台銘基本上懷恨在心吧